大家好 上一个影片我们介绍了地球的自转与一天的关系 今天我们要介绍地球的公转与世纪 当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时 阳光会四面八方均匀的辐射出来 而且事实上 太阳距离地球非常遥远 所以打到地球表面上的光线 几乎是平行 而且均匀的 但是地面上的我们 却会因为我们所在的位都不同 而会感觉到不同的热度 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 同样的一道阳光达到地面上来 垂直入射的光线会集中到一个小区域 而斜色的光线 就会分散到一个比较大的区域 所以地面上所感受到的能量 就会有所差异 越是斜色的阳光将会导致地面上得到的能量越小 我们现在用手电筒来模拟阳光 当阳光直射在这个木板上 可以看到这个亮度应该是最大的 但是如果是斜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同样的能量 打在一个面积比较大的范围的时候 阳光的亮度就相对的会降低 可以看到 假设在 阳光直射的区域 是小区域的时候 阳光能量比较强 那如果是大区的时候 同样的能量分散掉之后 它的光度亮度就相对会降低了 再回到这张照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纬度越高的地方 阳光学射的角度越大 所以地面上的热度也就越小 由于阳光的辐射是均匀的 如果地球的自转轴 没有倾斜 那么 地球的公转也不会造成地面上 太多的热度变化 但是 因为地球的自转轴倾斜了23.5度 而且公转时 地球的自转轴 并没有改变 这就导致地面上 所接受的阳光的热度 会因为公转位置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首先我们来看北半球的夏制 这时候 阳光直射北回归线 所以北回归线上 接受到的阳光是垂直入射的 也就是能量最高的 这时 也就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 北极圈的位置 甚至会整天都在阳光的涌双范围内 而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 阳光开始斜射 所以地面上的能量开始降低 甚至到了南极圈的位置 整天都照不到太阳 接下来我们看看北半球的秋分 这时候 阳光直射赤道 南北半球 接受到了阳光强度 几乎是对称的 越往南 或是往北 阳光的强度都越弱 到了北半球的冬至 状况刚好跟夏制颠倒 这时候阳光直射南回归线 南回归线以北 阳光开始斜射 甚至到了北极圈以内 整天都照不到太阳 最后我们来看看 北半球的秋分 阳光这时候也是直射赤道的 地面上的热度分布 状况几乎跟秋分一样 由于地球的自转轴的倾斜 导致我们有了四季分明的天气 也带给我们许多不同的警帽 以上就是地球的公转与自转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会